了解了每个队员的特点 他又根据这些特点制定出不同的训练计划 特别是同样靠拼劲打比赛的陈金 特别真的陈金他有的一些手段 比如他特点是怎么样 比如他喜欢打 比如说他打后场 怎么打后场更适合他 他打进攻 怎么样打进攻更适合他 就通过他一些东西这样去研究 给他东西 给他之前要跟他形成共识 是这样是不是可以 他觉得你这样打顺不顺 如果说另一段时间他觉得不舒服 那马上要停 翻球不要去打球 翻过来就行了 甚至借力去打翻就好了 还这么多动作 动作又多又复杂 干脆一点 翻过来 自己的执教方法到底效果如何 夏宣泽期待着在大赛中得到检验 2009年羽毛球市井赛 夏宣泽率领林丹 陈金 暴春来踏下赛场 南端有时候 代表了一个羽毛球的一个旗帜 所以我觉得这个压力很大 但是我觉得我敢去尝试 毕竟我 但是我觉得我让他很年轻 我觉得我输得起 我也觉得 而且需要 用一种创新 没怕不怕 出乎夏宣泽的意料 第一轮 暴春来就输了 输了 没关系 我来承担责任 我觉得作为男人来讲 他必须要承担这种责任 赛前 夏宣泽倾注了更多心血的陈金 一路顺利过关 林黄东赛圣桑托索 在半决战中 又轻松战胜了 印尼名将陶飞克 和林丹会持决战 虽然比赛过程非常顺利 夏宣泽还是体会到了一种 从未有过的感觉 也挺紧张的 也会有一种紧张感 但这种紧张感 有时候能听 其实你能听到自己心跳 但是 但一路人的时候 你怎么都不会听到自己心跳 这是就是 我觉得这个 就是一路人跟教练是不一样的 教练真的能坐在那边 都看着紧张 能真的听到自己的心跳 南丹决赛在林丹和陈金之间展开 很享受这种感觉 从第一轮 暴春来被淘汰 到最后 中国队包揽了冠亚军 年轻人员 我看在这种感觉